第夺书第二章 至于你,你所讲的该合乎健全的道理 教训老人应节制、端庄、慎重 在信德、爱德和忍耐上要正确健全 也要教训老父在举止上要圣善 不毁谤人、不沉沉于酒 但教人行善,好能教导青年妇女爱丈夫、爱子女 慎重、贞洁、勤礼家务、良善 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使人诋毁天主的圣道 你也要教训青年人在一切事上要慎重 你该显示自己为行善的模范 在教导上应表示纯正庄重 要讲健全无可指摘的话 使反对的人感到羞愧 说不出我们什么不好来 教训奴隶在一切事上要服从自己的主人 常叫他们喜悦 不要抗电 不要窃取 唯要事事表示自己实在忠信 好使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圣道 在一切事上获得光荣 的确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 教导我们弃绝不前进的生活和世俗的贪欲 有节地、公正地、前进地在今世生活 期待所有希望的幸福 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及救助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 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 是为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洗净我们 使我们能成为他的选民 叫我们热心行善 你要宣讲这些事 以全权归劝和指摘 不要让任何人轻视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